然后最后来Rain 好 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来做这种宅度假 但是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就是 因为有时候大家忙碌 可能没有办法三天两夜到南部啊 或哪里玩 所以通常那种一天一夜 我的宅度假在Airbnb 或是说一些饭店 台北市区的 对 然后像两个月前呢 我们就有一群好朋友 都圈内好朋友 然后我们就有一起 就是在一间Airbnb 那一间饭店 然后拍了一些照片 那其实我们大家主要是 因为都爱拍照 然后喜欢一些可能时长的东西 所以有一个朋友就帮我们借了一些 Prada精品的衣服 然后让我们在里面 做一个好像好像很专业 但是其实我们都是拍一些很生活 比方说玩枕头大战啊 所以你们四个人 然后租一个房间 对 然后就拍照 就拍照 然后我们摄影师也 没有 我们去玩 就是在里面度假的感觉 但想说可以顺便拍照 对 而且我们的摄影师都是 可能我们其中一个模特儿朋友的老公 对 就都没有花太多成本 然后一间房间其实share下来 大概一千块上下 然后又有游泳池 然后像我们在里面 可能就玩一些桌游啊 不然就是玩游戏啊 然后可能就乱画什么的 然后在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拍完照片 然后觉得 那晚上小酌就很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以前 可以去日本的时候 疫情前 然后都会去一些 在那边的日本的药妆店 大量买那边的零食 那现在不能去的话 我们现在几个月前就有唐吉 几个月前就有唐吉科德 对 所以还是要去那边大购物一波 太棒了 然后就一定要去就买一些台湾 比方就比较买 比较难吃得到的东西 比方买 比较难吃 难买得到 比方说像这个 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看 在超市都看得到 对不对 但是呢 它是一个薯条 就是加卡比的一个薯条 对 但台湾都是原味或海苔 但它那个药妆店 就有出这个紫芋的 蛮好吃 而且它只是用盐巴调味 所以很清爽 老师可以吃 可以吃 可以吃 就是它 它没有太多的 有的没有的味素 就只有盐巴在调味 谢谢 然后或者是像 日本就很多那种梅子口味的糖果 像我是软糖控 所以像这个梅子口味的糖果 也是台湾的超市没有 它是做得非常像什么 纸酥乌梅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也蛮好吃 等一下大家可以吃吃看 然后再来 这个也是台湾的 凉糖 对 没有 它是看起来像凉糖 但它其实是苏打口味的软糖 这个超好吃 这个超好吃 而且它是有点酸酸的 所以不喜欢吃很甜的 我知道这个 这个你还有沙士对不对 这个很好吃 对 这个很好吃 红色的那个 对 对 台湾7或全家通常都是 谢谢老师 然后草莓什么的 就是你在饭店里面就会有一种 尾度假的感觉 然后吃了一些日本的零食 然后可能花少少的钱 对 而且你其实我们省掉去 我们机票前 很酸的 这好吃 它真的蛮酸的 然后像 好好吃 这个是龙虾口味的 这个好吃对不对 而且它其实就是很洋芋的味道很重 对 然后像可能 比方说出国啊 那个机票前 住宿前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AMB&B 然后升级 比方说可以有一些设施什么的 所以花小小的钱 在台北 我觉得可以有一种 就是尾度假的感觉 我觉得很棒 那一包是 哦 这一包就是 有没有咸的东西给我看 这咸的 差点忘记这包 我也是个人很喜欢 去日本一定会吃的 它是天妇罗口味 然后加芥末口味的一个海苔饼干 它里面是长这样 一面是海苔 一面是天妇罗 天妇罗 对 天妇罗 这配茶 然后咖啡什么的 一个人大概可以吃掉一包 我觉得 我自己都吃掉一包 很好吃是不是 好幸福 很香 而且它就是不会太咸 要小心 因为它会有点呛 要小心 要小心 嘴巴闭起来吃 好香 嘴巴要打开 芥末 芥末 好浓的芥末 好酱 太辣了 不能吃一整块 不能吃一整块 老师这个是好辣 对 下酒 对 还有一个这个 来个啤酒杯 大家去日本应该都可以看到 就是外面是白巧克力 然后很多时候限定口味 里面是酸的干燥草莓 不要吃 对 这个也很好吃 但是它不会很甜 有些人很怕甜的话 我觉得可以 那你们知道 最近有那个无酒精的啤酒吗 知道 早就有了 对 可是它最近是一个 很有名的那个啤酒出的 我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是一样 是啤酒的酿制的过程 但是它最后多了一道手续蒸馏 把那个酒精都蒸溜掉 全部拿掉 所以你喝到的其实就是跟啤酒 一样是啤酒花酿造 但没有酒精 所以像哺乳的妈咪 你的意思说喝起来口感是啤酒 啤酒 一模一样 但是就是没有酒精 泡沫也都一模一样 对 可是就是比如说你要开车的人 然后比如说站在哺乳的妈咪 你就可以喝 就享受那种啤酒的口感 那没有酒精 尤其是现在的天气 那你不要嘎嘎自己还加一个 啤酒进去 配这个就很好 对对对 很好吃 对对对对 你可以說 的